中二选区立委的补选白热化 而绿营的攻击从严宽恒 他宣布参选前就开始 请全国全党之力 对严家郑兰公到严宽恒的发言人 发动猛烈攻击 严宽恒他出席夜宿中火活动时 他不禁感叹 这种抹黑攻击实在是前所未有 而针对周玉寇紧咬着郑兰公 严宽恒他也回呛 希望选举不要选到这么没有人性 无端指控把神明妈祖都脱下水 连两天撞行程 严宽恒林继仪见面不在 零互动 简单握手后两人又快速分开 连坐着的时候中间都隔着人 延伸尽量避免接触 来的双方力拼悬战轻跑基层 见面维持礼貌 但空战是打得毫不留情 空战只有执政党 才有这样的战力 集结全国全媒体 对补选的候选人做攻击 我们怎么可能 就是说由这么大的媒体人 来当什么我们的网络 什么不一样的事情 媒体人周玉寇从严宽恒宣布参选前 就每天对着严家震嵐公 发动猛烈攻击 被质疑是有人受益 让他帮林静怡打空战 我也知道一定是万箭穿心 血弄模糊 但是我想不到这么快 还有五十天 这种攻击抹黑造谣 就已经是全所未闻 严宽航也趁着夜宿中火的机会 大土参选心酸 选机没有选到这么不人性 没有人性 抹灭人性 选举是选候选人之间的差异 不是无端的指控 跟把麻祖也拖下去 把新民也拖下去 残害信仰 痛批对手阵营选举选到明灭人性 面对民进党铺天盖地 惊咬攻击 烟宽恒威呛反击 拒绝再被压着打 记得台中综合报道